好,孩子们,老师希望你可以用拍手的方式来朗读这一页 那么老师会先示范一次 那老师在朗读第二遍的时候呢 也希望你跟着老师一起一边拍手一边朗读 好,请先听老师示范朗读一遍 一家人常相处,公正法则记在心 玩游戏守规则,轮流使用其玩乐 对合错要分明,先到先得须弄清 你不多,我不少,公正合理最重要 好,孩子们,请准备 现在轮到你和老师一起朗读 请记得一边拍手一边朗读哦 准备,开始 一家人常相处,公正法则记在心 玩游戏守规则,轮流使用其玩乐 对合错要分明,先到先得须弄清 你不多,我不少,公正合理最重要 好,那第一段讲的就是 一家人常常大家相处在一起嘛 所以公正的法则,就是公正呢 必须要一直记在心里面 玩游戏守规则 每个游戏都有他自己的这个设定好的一个规则 所以呢 当如果你和朋友或者是和家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守规则,这样才好玩嘛 对不对 好,然后轮流使用其玩乐 如果大家在玩的时候呢 是有用上道具的 那么我们就轮流 这一回这一轮先由你来拿这个道具 然后下一轮才轮到我 大家有轮流使用的话呢 也比较好玩,也比较开心 而且也是公平公正的方法 对和错要分明 先到先得,虚弄清 这个呢,意思就是 什么东西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做了什么是要做对 什么东西错了 我们就要有处罚 这些东西呢 都是要很分明 就是要分辨好 大家要清楚 然后先到先得,虚弄清 谁先到,谁先拿到 或者是谁先得到那个东西 或者是谁先到这里玩 谁就排第一 这样子,这样之类的 这些呢,都需要弄清楚 你不多,我不少 公正合理,最重要 这个呢,就是说 我不玩,我不玩得久 或者是我不拿得多 我也不拿少 刚刚好 就是大家 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就是平均分配的那种 刚刚好的情况 这个就是公正又合理的意思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每张图里边 说出这个 紫阳一家人是如何公平的 对待他的家庭成员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紫阳一家如何公平的 对待家庭成员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 第一张图片呢 是这个紫阳的家 叫了一盒的 披萨 英文叫做pizza 然后 紫阳呢,只拿了他自己的一片 因为 虽然这里有十小片这么多 可是家里还有其他人嘛 每个人一人一片的话呢 才是公平公正 所以呢 紫阳也不贪心 他也拿了一片来吃 那么接着呢 吃饱了之后呢 姐姐拿出了扯铃 那扯铃是什么呢 扯铃呢 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技艺之一来的 是一种适合男女老少的这个运动 那么在中国呢 古时候 这个扯铃呢 有很多的名称啊 有叫做空竹 也叫响铃 也叫地铃 或者是斗牛 然后现在一概统称为这个扯铃 那么 这个扯铃呢 是一种运动了 那么 在中国的炸铃表演里边 我们也会看到的 好 那姐姐在二十五十分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显示时间 二十五十分的时候呢 姐姐在扯铃 玩着这个扯铃 然后之后的时候 在三十正的时候呢 就由紫阳 轮到紫阳 玩扯铃了 然后三十十分的时候呢 就轮到妹妹 玩扯铃 所以呢 意思是 每十分钟 就轮到一个人玩 所以这个也是 很公正的一个方法 轮流玩 而且呢 限定大家是 以一样的时间来玩 这个就是公平公正的做法 那接着看第六 A刚好 三个人说 哎 时间到了 我们的卡通 开始了 开始播放了 所以呢 三个呢 都准备 走去 看这个卡通 好 当紫阳和她的姐姐妹妹 一起到客厅时 发现 爸爸妈妈 还在看这个新闻 还在看这个新闻 所以呢 为了要公平 起见 那个紫阳呢 就赶快跟爸爸妈妈说 可不可以轮到我们 看这个卡通 因为播放时间快到了 然后爸爸妈妈就说 好的 等 等爸爸妈妈的新闻播放完 就轮到你们来看这个卡通了 啊 那么 啊 刚好 时间也到了 所以当新闻播报完了之后呢 就轮到 紫阳和她的姐姐妹妹 一起看卡通 然后 紫阳吃了一片 对吗 刚才第一张图 我们说了 紫阳吃 先吃了一片 那么 每个人都有一个碟子 要来分这个披萨 所以呢 因为紫阳 刚才已经吃了一片 所以接下来 其实她那边有十片 对不对 所以十片披萨呢 每个人是应该要有两片的 但是因为紫阳 已经肚子饿 先吃了一片 所以呢 那 妈妈分的时候呢 就紫阳只能够分得一片披萨 那么大家都是两片的 你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公平公正 而不是说 哎呀 紫阳刚才吃了 没关系 我就还是给紫阳两片 然后 或者是 觉得姐姐应该让给紫阳 然后不给 不给姐姐一片 那这个就是不公平 所以为了公平公正的话呢 你看妈妈也是 没刚才没先吃的 就拿两片 已经吃掉一片的呢 就只能分得一片 这个就是公平公正了 似乎 以后再 reop唤我 幽黄的 估计